第39集 梅姥姥,你下手太重了,你看,张燕都被你打伤了。 张燕梅这时候才回过山来,她抱怨了一下梅姥姥,随后对张燕说道。 张燕,你不要紧吧。 张燕以衣袖擦去了嘴角的血丝,脸上挤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说道。 不要紧,没事就好。 张燕梅放下了心,说道。 刚才梅姥姥的一掌,真是吓到我了,好在你实力不错,顺利接下了这一掌。 怎么样,梅姥姥的实力很强吧? 我这次找你,就是想再问一次,你愿不愿意拜梅姥姥为师? 张燕一阵无语,寸道。 唉,这个张燕梅看起来有点迷惑了。 这梅姥姥对我的敌意如此明显,她居然都看不出来。 这次如果不是我激励,咬破了舌尖,弄点鲜血装受伤,只怕这老太婆还不肯放过我。 让我拜这个老太婆为师,她梅姥的,这是报恩吗?这简直就是要害我性命啊。 心里想着,嘴上却说道,哦,多谢四小姐的美意了,我自制低下,拜师只会丢了姥姥的脸面。 所以,我还是自己慢慢修炼好了。 听张燕如此推测,梅姥姥怒哼了一声。 张燕如果拜她为师,她会感觉到不爽。 但张燕一次次拒绝拜她为师,这让她更加的不爽。 因为,这看起来似乎是她主动求张燕拜师似的。 不愿意拜梅姥姥为师,那我也不强求了。 张燕这时候总算看出来了,张燕与梅姥姥之间似乎不太对路。 她说道,你救过我一命,我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 这样吧,你有什么困难,不妨说出来。 只要我能够办得到的,我一定会帮你的。 听到张燕梅这句话,梅姥姥脸色微微一变,狠瞪张燕一眼,似乎在警告张燕不要乱说。 张燕无视梅姥姥恶狠狠的目光,沉眼了一下,说道, 听说张家的藏书阁第一第二层是对外开放的,只可惜我刚刚入门,没有权力进入其中。 斯小姐有没有办法让我进入到第一层的藏书阁中,翻阅一下其中的五道秘籍? 要想创出一套自己的刀法,就需要博览寻书,开启思路和眼界。 张燕虽然看过不少的五道秘籍,但这些秘籍都不是刀法秘籍。 正是因为如此,张燕才想到利用一下张月梅的关系,看能不能进入到藏书阁中看看。 青丧张家藏书阁的第一层中,收藏的五道秘籍虽然都是第一级功法,但即使功法再低,也是有着自己的特点的。 张燕悟性颇高,如果能够入到其中一关,相信必有所得。 藏书阁呀?张燕悟想了一下,拿出了一个小巧的玉牌交到张燕的手中,说道,我这里刚好有一个藏书阁的玉牌,凭着这个玉牌你可以进入到藏书阁的第一层。 不过,你要注意了,每天进入里面的时间不得超过两个时辰,而且这个玉牌的有效期只有三个月。 张燕悟大喜,说道,多谢四小姐了,这下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 张家的藏书阁虽然是对弟子们开放的,但是这种开放却不是免费的。 要想进入到里面去翻阅密集每一个时辰,就要交一万两黄金。 这一笔开支对于任何一个外门弟子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况且,像张燕这种刚刚入门的外门弟子,还得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期才能获准进入藏书课。 张燕现在有了这个玉牌,既省下了一笔钱,又可以随时进入其中翻阅,实在是太方便了。 手里有了这个玉牌,张燕就像是一个得到了新奇玩具的小孩子坐立不安。 等到张燕梅和梅姥姥一离开,张燕立即拿着玉牌就准备往藏书阁而去。 就在这时,忽听到张府里传来了丁的一声玉牵轻响,随后有人轻唱道, 外门弟子速速前来领取丹药。 诸子离张燕不远处的张青,这时候冒了出来,兴奋地说道, 喂,张燕,府里发放了寻单了,我们快点去领取。 张燕笑道,好啊。 随后,二人与张缺会合到一处,一起往一处大殿而去。 新加入张家的外门弟子,前六个月,每过一寻就会发放一枚丹药,以帮助修炼。 张家的人都称这枚丹药为寻单。 别小看这一点福利,很多有天资的少年加入张家就是冲着这一点福利去的。 张家这次发放的丹药正是聚气丹。 外门弟子们排成两行长队,一个个依次从一个管事手里接过丹药,随后满脸喜色地离开。 张青和张缺领取了丹药之后,立即就离开了。 他们刚刚进接到五道三重中期,这枚聚气丹正好用来巩固一下基础。 张叶行出了大殿,忽发觉身边多了几个人,一个身材高大,浑身散发着一种强横气息的经验,打量了一下张叶。 说道,你就是张叶吧,你把手里的聚气丹交给我,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人了,跟着我们混,没有人敢随意欺负你。 张叶眉头微微一跳,说道,你是谁,我为何要把手里的丹药交给你? 哼,真是土包子。 一个青年嘲笑道,张东阳大哥可是知脉弟子中的有名高手,实力之强仅次于十大高手之下。 你也是知脉的弟子吧,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混的,竟然连张东阳张大哥都不知道。 这小子一看就知道,混得不咋样。 是啊,他年纪太小了,听说才十三岁。 是太小了,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有五到三重后期的实力呢? 这一群人看着张叶,嘴里不停地议论着,而张叶却完全搞不懂这些人的身份。 张叶的眉头皱了皱,陈生说道,把你们的身份和来意说出来,否则我就要走人了。 屋里,你怎么这样对东哥说话? 一个青年站出来,一只手伸出来,想敲张叶的脑袋。 张叶瞟了此人一眼,身形一动不动,手上却是微微一雕,将这个青年的手腕雕住。 那个青年一惊之下,想出声喝去,却见张叶手臂轻轻一抖,一股大力涌来,整个人瞪时腾云架雾般,飞出到十数步之外,狼狈地摔落地上。 看到张叶干净利落地就把一个青年扔出去,周边的人都是一惊,这个被张叶扔出的青年可是一个五到三重初期的误者,没想到居然被张叶一把智主扔了出去。 一惊之后,就是怒,他们再怎么样,却也想不到张叶的胆子,竟然如此之大,当着一大群人的面都敢动手,这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 嘿,小子,你好大胆子,竟敢动手。 在张叶身边的三个青年齐声吼了一声,三人一起朝张叶抓来,想要把张叶抓住。 这三个人的修为都是五到三重中期,对于这个实力的人张叶并不放在眼里,他脚下微微一动,闪过了一个青年的手掌, 随后,两只手掌一竖,似是刀一半,斩了出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熊霸盲荒》。 咔,咔。 两个青年不知道张叶手刀的厉害,应接之下,手掌一阵的刺痛,连忙退到了一边去。 张叶得势不饶人,一个跨步上去,一只手就往剩下的那个青年的手臂上抓去,打算把他抓住,再扔得远远的。 眼看就要抓到这个青年时,一直站在一边的张东阳动了,他的一只手掌一神,正正挡住了张叶的一爪。 张叶的爪对上了张东阳的掌,两人都各自后退了一步,两人的脸上都出现了一丝凝重之色。 这…… 看到这个结果,旁边的青年们都呆住了,张东阳可是有着五到三重后期势力的,想不到张叶竟然能够与张东阳拼个平分秋色。 与张东阳对峙了一阵,张叶看到张东阳衣服上的一个标记,心下微微一动,开口说道, 我知道你们的身份了,你们是织麦一派的人。 张东阳点头,说道, 你说对了,我们正是织麦一派的人。 织麦一派,顾名思义,就是由张家各地的织麦弟子组成的一个势力。 张叶入门,张叶入门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多天,但却也知道张家外门存在着这么一个势力。 听到张东阳的承认,张叶眉头微微一皱,说道, 你们找上我,是想拉我入伙的。 张东阳呵呵一笑,说道, 哈哈哈哈,不错,我正是来拉你入伙的。 张叶摇摇摇头,这个,我没有兴趣,张东阳的脸色微微一变。 你不用拒绝得这么快。 张叶,加入我们,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 比如说,加入我们之后,整个张家外门,再也没有人敢找你的麻烦。 并且,我们的人还可以相互合作,完成一些难度高的家族任务。 此外,我们还可以相互切磋,快速提升实力。 张叶不为所动,加入你们,固然有好处,不过,限制也很多事吧。 像现在,你们就想抢了我的聚集单了。 实话说了吧,我是一个闲散惯来的人。 对拉帮结派一点兴趣都没有,你们找我,是找错对象了。 嘿,张叶,你真是不知好歹,连东哥的面子都不给。 一个青年瞪着张叶,训斥。 张叶,不要以为你很了不起。 呵,如羞未干的小子。 张东阳挥手指住了众人的银马,盯着张叶说道。 张叶,我们来打一个赌好了。 如果我们打赢了你,你就加入我们。 如果我们输了,我们立即走人,不再强求于你。 你觉得如何? 张东阳说话间,带着强烈的自信。 他进入五到三重后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有着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 他相信,凭着这两样优势,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张叶打败,并且让张叶败得心服口服。 对于张东阳的这个提议,张叶还是很感兴趣的。 张叶虽然打斗经验不少,但与五到三重后期的高手对战,还真没试过。 现在机会送上了门,他没有理由不应战。 张叶点了点头。 好,我们开始吧。 开始两个字一出口,两人立即形成了对峙状态。 对峙了一会儿,两人同时低河一声,同时出手。 砰砰砰砰砰。 张东阳瞬间打出了五拳,猛烈的拳风把地面上的灰尘都扫到了空中。 而在张东阳打出五拳的时候,张叶也斩出了五刀。 每斩出一刀,都斩到了张东阳的拳头之上。 劲气交击之声,如同炒豆般响起,两人的那家真气狂献而出,压得旁边的几个青年不得不跑到了三丈之外。 武技对拳之下,张叶只感觉到自己手掌火辣辣作痛,这张东阳的修为毕竟在他之上。 他虽然凭着逆流斩的霸道气势和他拼了一个不相上下,但手掌毕竟不是刀。 张东阳那雄厚的真气反振之下,令他很不好受。 张东阳的拳头也在阵阵发痛,他有着五刀三重后期的势力,真气比张叶雄厚不少,但张叶却是凭着一世霸道的招式,硬生生地将他拳头上的真气斩散,斩伤了他的拳头。 两人捂下短短的对拼看起来是平手,但张东阳心里却是明白自己已经是输了。 他停留在五刀三重后期这一境界已经有一段时间,而这张叶进阶到五刀三重中期都没多长时间,修为比张叶高的情况之下,居然都无法打败张叶,这就意味着他输了一筹。 这种结果让张东阳完全无法接受。 张东阳的战役开始燃烧,他的眼神变得冷了起来,身子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在冻结,看到张东阳的气势不断地攀升,周围的一个青年脸上忽然露出了似吃惊之色,说道。 快散开一点,东哥现在正准备施展摩阴百列拳。 话游未完,只听到张东阳大喝一声双拳骤然舞动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道诡异的拳影子。 更让人感觉到可怕的是,随着张东阳拳头的挥舞,空中竟然发出了一种尖锐而可怕的声音。 那种声音,像是白鬼巡视,又像是怪兽齐吼。 周围的几个人一听到这种声音,脸色立即就变得煞白。 咦,好古怪,好可怕的拳法。 张叶还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古怪拳法,饶使他定力过人也不由地按吃了一惊。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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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在张叶微微吃惊的时候,漫天的拳影子已经是破空而来。 那声势就像是一头恶鬼看到了吃的猛然直扑而杀。 如果是常人突然面对这种可怕的拳法,只怕连真正的实力都发挥不出,当场就败下阵来。 但张叶并不是普通人,他记忆融合的时候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头,也不知道看到了多少的幻想。 张东阳这招摩音百列拳带出来的声音虽然可怕,但却完全无法动摇张叶的本心。 张叶脚踩铁条蓝江式,两手齐灰施展出了一套刀法来。 这一套刀法正是基础刀法。